嗨,我是杰克 这段影片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嵌入YouTube影片 在Wordpress文章的时候 有几种做法 那在介绍之前呢 我们先确认一下 我会先用 预设的Wordpress布景主题来做示范 那如果你是之后 看到这一段影片 你的预设布景主题 可能不是这一套2020 那也没关系 只要它是预设布景主题就好了 我们其实也主要是 要让你看不同不景主题 会有不同的影响 好,那在文章的内容 我们先用前三种 这是最普遍的 第一种就是我只贴网址 那第二种是我用 新增媒体的时候 它有一个用网址插入 那我们把YouTube的影片贴上去 然后按插入 我们就会是前面跟后面各有一个 Embed的短代码 那这个也会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效果 我也可以试着观察看看 那第三种是YouTube的iFrame迁入码 这个是在我们 在开一个YouTube影片的时候 在分享的地方 这边有个迁入 然后你在这边会看到迁入码 然后把这一段 复制过来这边贴上 好,那我们按下更新 然后 打开它来看一下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那看起来都差不多 也都蛮正常的 那我们用 Chrome的浏览器 对着画面 按右键选检查 会跳出这个开发人员工具 的左上角这里有一个 可以切换装置 就是我本来显示 可能是电脑版 桌机版 那我按一下 就会切换到 手机版 那手机版的部分 移动装置 它会有手机跟平板 那你可以选一个 比方说我选这一个 iPhone678 Plus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也都是正常的 那这时候我再切换到另外一个布景主题 切换到这个也是一个免费的布景主题 叫Extra 好那我启用了Extra之后呢 我再来这一个文章重整一次 好在第一个跟第二个其实看起来都蛮正常的 但是在第三个的时候会有点问题 那就是因为这个样式表 就是我们讲CSS 它有不一样的 那在Extra你会看到我们侧边栏跑出来 那在桌机版的部分 这边也是有点不一样 主要是因为我们嵌入的时候 它有去界定 这个 这个宽度跟高度 所以它变成一个固定的数值之后 但它也不是用这个百分比满板的状态 它是比上面要来的短 那在移动装置上就会出现问题 就是会像这样子 因为它固定的一个500多的宽度 在这边就有点放不下的感觉 好那所以在放这个YouTube影片的时候 我就建议你可以直接贴网址就好 可能就是会有不错的效果 那再来我们看这个三跟四 跟原本的做个比较 原本的都是你直接按下去 它会直接播放 这也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那但是如果说你希望有一个灯箱的效果 就像这样 我按一下这张图片 它会跳出这样子灯箱的效果 那你就可以搭配另外一个外挂 叫做Easy Fancy Box 这一套外挂装起来之后呢 你会在你的后台设定的媒体里面 本来我们的媒体只到 这个上传档案 这个建立年份与月份命名的资料夹 到这里而已 但是你装了Fancy Box之后 它会多出下面这些啦 那因为预设的Fancy Box的设定 只有针对图片有灯箱 那我们希望它YouTube也有灯箱的效果 那你就可以在YouTube这边打勾 然后储存 那其他如果你还有别的 比方说Vimeo的影片 或Daily Motion的影片 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是靠iFriend 迁入的影片 那你也可以把它打开 那其他有一些细部的设定 我们就先不讲 直接打开YouTube 其实就会有效果 好那 这一个第三个 我的这个HTML Code 其实很简单 我就把图片放进来 然后为图片加一个连结 那因为它侦测到Fancy Box 它侦测到我这个连结是YouTube 它就自动帮我开 灯箱来播放影片 那这一张图呢 你可以直接自己 因为这张图看起来就是我做的嘛 所以我应该会有这张图 可是如果 这个影片是 你可能图片找不到了 或者是说 它是别人的影片 你也不可能有它的原图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去Google 输入YouTube的Thumbnail Thumbnail就是缩图的意思 然后URL 好那搜寻完之后 第一个结果 叫做GetYouTubeThumbnail.com 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把我们要取得缩图图片的 这一个影片网址 YouTube的网址 贴上去按一下 这个绿色的按钮 它就会显示两张图 那这两张图的网址 分别是这两个 那你就看你要哪一个 一般应该会用上面这张 因为这张图 它是好像传统电视 早期旧电视那种比例 四比三的尺寸 然后上面还会有黑的 应该是比较 不会有人用 所以我们就取上面这张图 那这样的好处是 你不用自己有这张原图 你就可以取得 那第二个好处是 这张图片 因为是在YouTube的主机上 所以对你的网站主机 也不会造成读图的负担 那再来就是 如果这张图 对方有更换 那其实它也是会跟着更换的 所以有这样的好处 所以你看我这张图片用的网址 就是刚刚在那一边 产生出来这个网址 然后把它变成图片插入 那所以我们透过 产生YouTube缩图的工具 得到这张图片 再透过Fancy Box 就可以做出这种照片 图片按下去之后 会有YouTube 登箱播放的效果 那再来就是如果 因为这张图片是YouTube影片 那所以我们会希望 在这张图片加上一个 像这样子影片播放的图示 让看到这张图的人知道说 原来这边 这个按下去是会有影片的 好那我们就要在原本 就是第三个这个图片加上连结 外面再包一个DIV然后Class 我们取一个名字叫做VideoThumbnail 就是影片缩图 然后后面用DIV结尾包起来 包起来之后呢我们去写CSS 那CSS的部分我们贴在外观里头 外观制定 然后制定这边会有一个附加的CSS 就把它贴上来就可以了 那但是这个图示呢 我们用的是一个叫FoneOpson的图示 那这个图示是需要装一个外挂才可以引入进来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外挂装起来 这个外挂它就是FoneOpson自己开发的 把这一套外挂装起来之后 你再搭配我的CSS 我会把它贴在一个平台上 然后它会有一个网址 我会附在影片的叙述 或者是文章的叙述里头 你去点开之后把这一串贴到附加CSS就可以了 那记得你要把这个 你的图片前后加上这个DIV class 这个才会显示出来这个图示 好那有关 在Wordpress文章插入YouTube影片的几种方式 还有它版面的优化 就为你说到这里